最怕的就是以后人类都要生活在塑胶海里面 但现在似乎有了转机 因为这渴望成为地球救星 因为全球每年有超过800万公吨塑胶垃圾流入大海 2050年恐怕海里的塑胶会比鱼还要多 但16日美国国家科学院期刊指出 英美科学家在研究能分解宝特瓶的细菌时 使用比太阳亮100亿倍的超强X光 制作出帮细菌分解塑胶的天然水解酶 并且添加氨基酸想让酶进化 没想到导致酶突变分解塑胶的速度快了20% 甚至也能分解取代宝特瓶的生殖树脂PEF 想要让分解效率更快 虽然可能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投入工业用途 但这项研究对环境已经是迈出一大步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